今天我要延續星期一所講的 有關這個Sequence的基本性質 我的一個課題就是指數列 星期一的時候我們講了一點點 現在我幾乎是從頭來 Subsequence 指數列 那我們說這個An是一個Sequence 那是表示說這個An是等於一個函數Fn 那這個N當然是正整數的 所以它可以看成是一個函數這樣子看 那這個指數列呢是我們符號是這個樣子 定義呢你可以看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F of n of k F of n of k 那現在呢這個星的變量呢就不是N 是小K 它是小K 其中呢這個N of k呢 就是將 將K引過去Nk 可以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是一個 你可以看成它是一個 你可以將它看成是一個數列 Bk 那K變成的時候 這個Nk就變了 然後這個A的這個值呢也是變了 那譬如說我們 比如說有一個數列 A2 A5 那譬如說這是這個數列 這樣就排出去 所以它就是原來的第二個項 原來數列的第二個項 第五個項 第八個項 第十一個項 這樣子 那排仙的 事實上就是 我的 我新數列的第一項 新數列的第二項 新數列的 三四五項 對不對 所以你的Nk呢 只將1引到2 2引到5 3引到8 4引到11 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狀況 我的Nk呢還有一些規則 還有一個重要的規則 就是我都是將原數列呢 往後尋的 我不會說 這個數列一項一項一項 過了一陣子 就回頭去找前面的項 那在這個規則裡邊 是N的K加1 要大於N的K 我完全不重複 這個函數是這樣子寫 這個函數呢不會是 這個函數是一一對應的 而且是用我們的語言 它是個地增 它是個地增函數 那一直增加下去 是這樣子 那因此呢我可以有一個 remark 是說什麼呢 就是for all K 這個所謂的NK呢 是大於K的 我想我還是用我們平常的 這個N N作為K的函數 事實上就是這個東西 你將這個函數的值 等同於這個函數 可以這樣子看 NK呢 要比K大 為什麼 因為 N1當然比1大 敵項 是不是 那N2呢 要比N1大 所以 N2 要絕對比N1大 所以它是從2開始的 是不是 它是正整數 那一個數學歸納法 就知道了 那這個點點點我不寫了 數學歸納法 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有那個命題 那這個命題呢 我跟我上星期一寫的時候呢 是有點不一樣的 我加了一項 我加了一項 這三個東西是更加的 命題怎麼說 我現在呢有一個sequence 那以下的命題呢 那以下的命題呢 是等價的 我以後會 會寫的簡單一點 就是 the following are equivalent TFA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equivalent 是這樣子 那具體的這三個像是怎麼說呢 AN有Limit Limit是A 然後第二個命題呢 是說 它任何的subsequence 這個every every subsequence ANK 都收斂到A 第三個命題是 它有兩個subsequence A2N 相當於指出它的偶數項 另外是A2N-1 是它的基數項 都收斂到A 只有看兩個 就夠了 是這個意思 那 很明顯是有2跟3 2是比3強 對不對 2是every啊 3只是兩個 我們還有很多 非常複雜的 一些其他的subsequence 那 你可以 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看到第三個呢 是有趣的 可以說我的AN 是這樣子去處理 它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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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说 所以这里呢 A2n事实上是等于n分之一 A的 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当然去向0 A2n-1 也是负的n分之一 也是去向0 那 利用这个3 我就说 An就去向0 那当然 我们还有星期一所给的例子 比如说1-1 那A2n就去向 比如说-1 A2n-1就去向1 大家不一样 大家都要一样哦 一样才算哦 大家不一样 所以不合这个 因此也不合这个 就没有受恋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吗 是吗 我希望不会太多了 那 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以证明来看 所以这个是有用的 而且呢 这个命题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下去的 你说有两个sequence 那三个sequence可不可以 四个sequence可不可以 事实上都可以啊 你将这个大的An分成四片 每一片都收敛到一个固定的数 则 整个sequence都要收敛到它 那个可以类似的就给它证明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用的分析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 给它一个sequence 怎么样子可以确定它是收敛 收敛到哪里 对不对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 可以给它说明 那目的是这样子 好 这个 证明 二到三当然是明显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只需要 那 我先看一到二 如果一对 我要说二也对 我要说二也对 那就真的是一个subsequence这样子 走进来 好 那所以 我们就let limitAn 等于A 对不对 一那句话跟这个句话 当然是一样的 没有差 那 所以对任何的 epsilon大于0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N 使得呢 N以后的N 那个An 减去 An减去A 是小于epsilon definition 没有什么 那 现在呢 取一个 subsequence 我将这个写 原原本本的写 事实上 我当然就是要用到这些工具 那我也要说它是收敛到A 所以固定了这个epsilon 这个K要怎么办 是这样子 这个K要怎么办 我发觉呢 用同一个N就OK了 那怎么说 就是 用同一个大N就OK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小K大于大N的时候 N小K 它是当然要大于等于N大N 是不是 它K的所谓的影像 因为这个NK是所谓的 strictly increasing 它越来越大的 所以N以后的K 当然它对照的那个 那个原来sequence的像素呢 要比这个大 重要是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嘛 NK NN 任何的NK要比K大 所以这个也对 就做完了 是不是 所以 so 这个AnK 这个东西 是一个 这个是原来 原来 树列里边的 一个 某一个像 而这个像呢 是大N以后的像 因此 它当然是满足这个条件 它当然是满足这个条件 那做完了 这个填充游戏就做完了 这个已经大家都用过的了 如果你对那个四则的 我们四则的那个证明呢 有看清楚 有想清楚的话呢 现在这些都是 都是简单的 怎么说 你这个sequence 要收敛到A 所以给定Epsilon 它 只要小N够大 A2N跟A的距离 就小于Epsilon 对不对 同理 只要N够大 2N减1的那些像呢 跟A的距离 也小于Epsilon 那 好了 所以这边呢 是可能是N大于N1 这边是这个N 是N大于N2 现在我讲的 N就是这两个的 比较大的那个 那 它后面的 我应该这样子说 N呢 N要大于N2 它后面的 这个N大于N1 就表示说是元数列的 2N1以后的 偶数项 这个是代表 2N2减1 元数列的 基数的 元数列的 这个基数项 所以 N以后的 那些项 如果它是偶数 它就在这个系列 只要它满足这个 它就比2N1大 所以它满足这个 如果它是基数 它就比2N2减1大 所以呢 它也是满足 它跟它很接近 我解释完了 所以 这个就是 A2N收敛的 那个叙数 A2N-1收敛的 那个叙数 那 现在呢 我的N呢 我希望 如果它是偶数的话呢 它要在 2N1之后 如果它是基数的话呢 它是2N2减1之后 是这样子说 那 所以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写了 就是说 这个 事实上可以不写的 好 所以 大N以后的小N 如果它是偶数的话呢 它就是某一个A2K-A 而这个小K一定比N1大 如果它是基数的话呢 它是某一个A2K-1 而这个小K一定比N2大 那 而 前面说 每一个都要小于 Epsilon 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 无论两个状况 都要小于Epsilon 结论 这样子就成立了 对不对 是 那个 等于那个 是 好像 危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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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